要把握好天气,受封面移动和东北气风影响 星期二晚上到星期三要迎来第一波封面 水气会增加,低温会来到20度左右 而星期四东北气风减弱,气温会回温 多云稻勤一直持续到星期六 不过星期六晚上又会有另外一片封面到来 五一廉价安排除有民众还是记得要期待雨具 新的一周开始,这周也是典型的春天形态 受到封面移动和东北气风影响 将迎来两波封面 周二、25日白天前天气稳定 周二晚起至周三 第一波封面通过及东北气风增强 低温预计来到20度 出门记得穿着薄外套 白天24号到25号白天其实都还好 然后到25号晚上大概就是封面会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5、26白天会下一些雨 然后26号晚上大概就比较放晴一点点 不过局部地方还是会受到水气的影响 因为在封面上 所以会下一些雨 然后27、28、29到白天 看起来天气都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这多婴时勤 然后到29号晚上又一波下来 到30就会受到另外一波的封面影响 所以这周大概就受到两波封面影响 然后就是25、26、29、30天气会比较不好一点点 然后温度其实看起来都蛮舒适的 高温大概都28然后低温大概在至少都20、21的情形 看起来温度还是蛮适宜的 周四起东北季风减弱水气减少气温回升 一直到周六各地都会是多云稻情好天气 不过第二波封面将在周六晚起开始影响 一直到五一连假 预计都会是不稳定天气 有计划安排出油民众记得期待雨具 记得讲报应华女士报导